大家好,這次我們來到台山市公益古埠 公益古埠位於大江鎮北部譚江南岸 是台山兩大古埠之一 另外一個埠就是海口埠 公益埠在清江歲34年 即是公元1908年 公益埠是因為新寧鐵路而興建的 這裏有9條不直的騎樓 街上是縱橫貫通全國埠 街道兩旁有商鋪、教堂、學校、醫院等 100年前這裏是一個非常繁華的商埠 如今這個粵華中學的子舊學樓 即是瑞山紀念堂 曾經在1945年 即是日本仔投降 在這裏 盤居了六年的日購 在瑞山紀念堂二樓的房間 簽署了投降書 正式向中國軍隊投降 這個公益埠曾經被日本軍隊炸得熔熔爛爛 後面我們台山政府 先又慢慢重建公益埠 下面我們來看看我們這次拍攝的這段影片 大家好 我們這次拍攝的地方又是大江鎮 公益 公益的位置就是距離大江鎮的最北邊 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這個詳細的地步 公益鎮就是大江鎮最北邊 和開庭的水口鎮隔河相網 隔著一條南江 公益距離我們台山的距離大概有25公里 鎖車大概是34分鐘 下面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這次在公益這裏拍攝的影片 大家好 我現在來到這個廣東省台山市 大江鎮公益這裏 這個公益以前是一個鎮 現在歸為大江鎮管轄 下面我們來探訪一下這個公益埠 這裏就是公益古埠 這裏就是公益的道頭廣場 從這裏對岸那裏就是開平市的水口鎮 這裏就是譚江 這條譚江分隔開 對面那裏就是開平市 我現在站在這裏就是台山市的大江鎮公益埠 這裏就是開平市的水口鎮公益埠 這裏就是台山市的大江鎮公益埠 這裏就有一間叫做 瑞山紀念堂 它就叫做粵和中學 下面我們來探訪一下公益鎮的這間粵和中學 這一間瑞山中學 它的建築風格是非常之西式化的 它門口就由這些羅馬柱支撐起來 上面就有一個拱門 在這個樓頂還有一個遼望峽 它的頂部就很有特色的這些西式原化 我們現在來採訪一下這個哥哥 他以前是這間粵和中學讀書的 兩多人 介紹這間共益的粵和中學 二十多年來じゃあ到了 欠潮學學學校 每次在粵和 talkin suscri Full 然後你看得到粵和中學 小學ืullah 好? 日華中學 叫水山中學 這個宮益埠的街道很齊整 這個設計方法是否很有講究 按照上海的小學規模來設計 有小上海之稱 這個宮益埠是按照上海的規模來設計 有小上海之稱 下面我們就去看看宮益埠的街道 現在我從那個道頭廣場那邊走過來這裡 這間白色的樓是剛剛上了一些新七 是比較新正的 其實它是黃黎灰批檔的 這間就是舊頭這裡的收費柱 那舊時沒有路過去開平那邊是搭船過道的 這裏就是這個舊頭的收費站 從這裏走過來之後 現在還有一些欄杆那裏看到 就走過來這邊到這個 鹹江邊這裏就是過度去開平的舊頭了 那我現在走上來這個舊頭來看一看 舊時我們這個台山人過度去這個開平呢 就是要經過這個宮益埠這裏 這裏就是百年古港古舊頭了 就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過度去這個開平水口 那這裏現在就是粵華中學 它的新的後舍 那這裏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上海 紀念堂裏邊的粵華中學 那這條譚江呢 就直通到新匯那邊的 這裏很多這些大船隻 你看看 那這裏公益埠呢 現在就很多這些船廠 是在這裏附近的 那這些大船隻呢 就是從外面大海開回來這裏 有時就是這裏維修 有時就是這邊的船廠製造這些大的船隻 然後呢 再開出去大海打魚的 那現在我鏡頭對著那一邊呢 就是我們這個開平市的水口鎮 那這裏呢 這手大船這裏呢 就是我們這個宮益埠這裏 那現在我們再走過來這裏看下有沒有看到 船延熙鐵路是來到這裏呢 需要過度去到開平那邊 再開過去江門北街的 所以呢 我們這個鐵路呢 以前都是要來這裏上船 坐上這個船 運到去對面開平那邊 然後再上去 但是呢 我聽說很多這些虎積呢 現在呢 就已經是見不到了 那我們等一會兒看下有沒有辦法 找到這個曾經的鐵路的遺跡啊 它的前二起精靈的鐵路橋市 平時呢 可以開一下鏡 要那橋船呢 沽滴 我可不可以沽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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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ρα行滴 你可不可以沽滴 你自己也會沽滴 如果 üzerター船 要減滴 要沽滴 要在射 Number 4 ま 哎掉ctra行惠 只要不可以沽滴 enabling 之後 我在射滴 所以В斯會永遠 喔!就是說少量不容易沽滴 那快要entin 那當然 行的 沒有人的 嗯 好好好 現在我來到的這個地方 拍攝這裏就是宮益大橋 過去這個水口的一條橋 這裏下面的橋墩 我現在前面這裏 那裏有一塊已經爛了 那裏是這個 聽這些阿叔介紹 是這個陳怡熙這個火車的軌道 過去開屏那邊的鐵路軌道 那一共他們知道 之前是有四個橋墩的 後期日本仔來到之後 台山人炸了其中兩個 現在就留下來就是這兩個 那現在這裏 地方就已經就是 生草茫茫 過不了去的了 就只能夠看到這個 兩個橋墩在這裏 還有一條這些 延伸出來這裏 到這個檀江的 鋪著的水泥路 那裏已經有一塊 是剝落了 應該是用炸藥炸了的舊子 那我們 再去看一看 我們公益的這些 其他的景點 這裏就是這個公益埠 歷史文化名街了 那這裏走進去 就是這個公益的這些 騎樓虛市 舊時我們台山的騎樓文化虛 那在我的右手邊 這邊又有一間叫做 職工之家 就應該是舊時這裏 那些職工的他們的家 就是以前做這些職工 會安分配這些房屋 給他們住的就是這裏了 那現在我走進來這裏 就叫做上海街 就是這個瑞珊中學的 這個瑞珊紀念堂 那它是一個紅磚結構的藝術場 非常之有特色的一間中學 那就叫做粵華中學 那這條上海街的這一邊 都有一排這些紅磚房 那聽我本地人的介紹 這裏就曾經是這個瑞珊中學的 女生住宿的後社 是女仔的宿舍 那現在我們就走進這條上海街 準備就在這個公益這裏 就找一間飯店吃中午飯了現在 那這裏就是公益古埠的這些騎樓街 那這一邊就很多這些大排檔 那我們就準備下塔 在這個瑞珊中學 正門口的這一間大排檔 這裡吃飯 那這裏就是瑞珊中學的正門口 那這裏的後社就是非常之有特色的 是一些中西結合的風格 用這些紅磚藝術場 砌起來的一些後社 那在前面這裏就是這個公益的道頭廣場 那在這個粵華中學這邊走過來的 這裏這條街就是公益埠的這條蘇航街 那這條街很長的 現在我們就走進這條蘇航街拍下這條公益古埠的 他們這裏的這些商店 那在這個蘇航街那裏就有一間酒莊 那我們現在就去探一探這間酒莊 還有一間教堂在這裏的 那下面我們就跟著鏡頭來看一下 這間公益埠的酒莊 那現在走到這個蘇航街的中間 這裏就有一間這個圓形的騎樓 那這裏就一個十字路口 那這邊就是我背後這裏就是蘇航街 那這條就叫做上環街 那上環街這邊就是一樣是這些 舊時的騎樓文化和這些窗磚的舊窄 是這個公益埠舊時的這些商店 那現在轉到這一邊的上環街這邊進去 我們就可以去到那間公益埠的酒莊了 那這裏就看到一個叫做人泰發行的 那這裏就是一間古宅 那這裏就是公益埠的人泰酒莊 那這裏就是一間民國時期的騎樓 那這裏就是一個圓形的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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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門和這些防渡這樣的木槓籠 這個木槓籠和我們平時看的就是有些不一樣 就是平時那裏就是一槓的 那這個就是兩槓左右開的 平時我們看的那裏就是一般就是一個 要摩就橫向左開或者向右開的 那這裏就是這個人泰酒莊 那它這個天花上面都是有這些石膏的雕花的 我們再來看看這個人泰酒莊門口的這個牌 記載著的就是這個人泰酒莊經營的酒 上面最頂那裏就叫做 那兩個字就是寫字公益的 在圓圈那裏就是公益 人泰祭祭 智良猴子和雀酒 各種藥酒色酒 還有就是代理天津聚爾永家 永五家皮玫瑰露 下面就叫做法行 這個酒莊的招牌就是這裏 下面我們去看一看這個公益部的一間叫做 西天子教的教堂 在這個上環街這裏走過來 我的右邊這一條街就叫做中興街 這裏的中興街都是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台山華僑古墟 這些騎樓每一間它的門面都很有特色很精緻的 我們現在就走進這個中興街去這個教堂那裏 那裏 在這個中興街的中間這裏就有一間叫做白草和的店舖 這裏一排都是這些古老的建築風格 是這些台山特色的騎樓文化 全部它們的屋頂都是各種各樣的山花 是基本上都不一致的不一樣的 差不多好像人的手指模一樣 每一間屋都有它自己的特色 現在走進來的這個地方是這個南華街 那這裏就是一間叫做基督教的救會 那就是華基督教會 就是這一間了 就在我們這個公益埠裏面的這個南華街這裏 那這裏就是這個南華街的街道 那這裏的街道整柴滑衣 統一這樣都是新那麼多出來 就不會佔到這條公路 那在這裏還有一個叫做唱園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這個唱園應該就是以前的華僑的花園來的 那這些街道這些房屋和這些商店 大多數都是由這些公益台山這邊本地的華僑 就時的回來這個鄉鎮這裏買屋置地見鋪的 那這裏還有一排這些古色古香的這些遼留文宅 一排都是一樣的這些窗帽 在這個中環街的街角這裏有一間叫做七記藥財 那這裏上面記載就是專注最地道的藥財 源自最正宗的產地 那這裏就是這個中環街 那在這個中環街這裏還有一間叫做百歲坊的這樣的園宅 那這裏裡面就是一個四合院來的 那這裏就是百歲坊的門樓了 那這裏就雕刻著非常精美的這些圖案的 那這裏叫做百歲坊 百歲坊裡面就是一個院 那這裏就有四間大屋 那走進來這個百歲坊裡面就見到就是 它這裏有一個古井在這裏 舊時這裏的古井 還有一個打井那時候用的那個 那個立在那個井邊 那個應該是用來裝那些舊時打水的 那個棍的那塊石 那這裏就是這個百歲坊裡面的 那這裏就是四間大屋 但是應該很久都沒有人居住了 你看這棵龍樹生得多厲害 從這個屋頂一直這樣生下來 這裏下面這裏 那這個百歲坊裡面這些 在當年應該屬於這個窗磚豪宅 那現在這些人應該就是 全部都去了出院養 基本上這裏就是吊氣了 荒廢了 那在這個百歲坊的旁邊這裏 還有一間這個教堂的 是一座非常之有特色的 歌特色的一個教堂 那我們現在就走進去看看 這個教堂的正面 那這間教堂呢 是以這個紅磚砌成的 是一些很有藝術的一個牆 那這個教堂呢 它上面呢 是這些紅磚有凸 有凸的這樣拆出這些 這些藝術磚花 這樣就做到很漂亮很壯觀的 你看看它那些窗 是三級磚 粒粒粒的這樣呢 那這一邊呢 就是這個教堂的主樓 可以見到它都是由這些紅磚 整成的 等一下我來看一看它這個教堂 有沒有一些什麼記載 可以看一看它的來源 那這間奶拜堂呢 就比剛才那間呢 還要特別 在它的屋頂我就可以見到一個十字架 還有它兩邊這些屋 角呢就是非常之有特色的 這個歌特色的屋頂 那現在這間屋呢 就叫做工商聯 那就相當於現在的工商這樣的一間店 那它又在這個蘇杭街入邊 我們今次在這個工益埠的這裡的拍攝 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們下期再見了 多謝大家 拜拜